好 接下来第17个单字 这个字叫ocupancy 这个字叫做居住或者是使用率 怎么记它 有点困难 希望你先记动词 我们先记这个occupy 先记它 所以各位我们先往下看 我们先记动词 occupy 怎么记 把oc抓出来 oc有朝着什么方向去 oc这个字有朝着 它的英文字等于to toward 所以各位oc抓出来咯 oc有去的 去到哪里towards 朝向 那什么是cupy 这个cupy 这个cupy画起来 cupy抓出来呢 cupy是有去拿take 去持住拿住 hold 去占有get的意思哦 所以呢把这个cupy cube cube 这个字抓出来 有拿 有hold住get的意思 两个字合在一起 occupy 就表示你去hold 你去拿住了 to get 你去拿 to 跟get 合起来 to hold 你去抓 to take 你去拿 去抓 去取得 去占有 所以occupy 这个字就有占据跟占有的意思咯 所以to to hold to take to get 这几个字 所以呢 to hold to get to take 就是去占领 占用 occupy 就是有去占用 去拿 去忙着做的意思 那后来呢 我们把这个occupy 字尾的 后面加上 a n c y 如果再多加一个a n c y 这样上去 把这个y拿掉 加上a n c y 上去 变成一个名词字尾 是一个状态 表示去拿东西的状态 to take to hold to get 去拿东西的状态 那我们就会翻译成居住 你去拿了 你去得到了 你去占据了 你去占据了 当你去占据了 你去占据了这个地方 我们就叫做居住 然后你去占据了这个地方 你去使用它 有使用率 所以这个字有居住跟使用率的关系咯 好 再来我们就回到刚刚的occupancy occupancy occupancy这个字就是表示有去占领 去占用它 所以有居住了 使用了 好 例句 Hank's occupancy of the previous apartment lasted only 3 months because he found a better one 好 我们汉克的occupancy of the previous apartment 然后他到底占用了哪里呢 我们汉克这个男孩子 他的occupancy 他的居住占用区 他的占用居住了这个previous previous叫做之前的 他占用了居住了这个之前的公寓 好 汉克他的之前这部 这个previous 这个之前的这个公寓呢 他的整个居住使用率 他的occupancy 他的居住使用率 只有lasted 只有持续了 last L-A-S-T L-A-S-T 只有lasted 只有持续了大约 only 3 months 住了3个月 为什么这么短 因为呢 because he found 因为在后来 他又找到了a better apartment 又找到了更好的公寓 好 所以这个occupancy 有居住使用率的意思哦 占据的这个状态 再来我们看到第18个单字 好 这个occupy不要忘记他的动词三代 来再稍微回来一下下 好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occupy 原型动词 占去占领 重复字尾 把这个y去掉y加上id 是他的过去式 去y加上id occupy的是他的过去分词 好 再来呢再看一个 occupy的这个字啊 占领 occupy 他的动词呢 例句 the bathroom has been occupied by Rebecca for almost an hour is she arrived? 好 这个bathroom bathroom叫做厕所 这个厕所呢 已经被occupy的 这三个字叫做完成式被动 完成式 has 是已经 b动词加上pp是被动式 所以已经被动式 叫做完成式被动 这间厕所已经这样子被occupy的 被占去了 by the Rebecca 被这个rebecca占去了 for almost an hour 占了一个小时了耶 is she all right? 她还好吗? 有没有怎么样 有没有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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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